2022年12月4号星期天上午8点半 今天早上看完澳洲和阿根廷的足球比赛之后 出来拍一下这个花园 现在温度已经去到21度了 这个是今年以来 昨天吧 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 31度 所以呢花园需要浇点水 然后我就是在下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回末本之前呢 要把这个供水系统设好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些 春天过来走过来的花 就是首先这个 在前面的这个 Geranium Susan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呢 就是全部什么都没有了 光光秃秃的 然后呢 现在可以就是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地上呢 重新长出这些花 然后它的开花性挺好的 再走 这个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人可能back up 就是这个栏杆 就是撞到 然后把我的信箱 弄成这样 好奇怪 然后这个供水系统呢 去年的时候出了一些药蛾子 然后呢 就是把我的树几乎都烧死了 今年的话 希望没有 不会出事吧 然后这些绞颈 挺好的 整一个从冬天 秋天 好像我种下去 冬天种下去 你看 整一个冬天 然后整一个春天 这些小花 好旺盛 其实是可以吃的 但是我没想到 不要去吃它们 真的 这些一年生的小花 真的好灿烂 这个aptime呢 春花开完了 然后呢 就是修剪了之后 现在是这个下花的这个杆子 要重新上来 这个花哈 六十块钱 但是呢 它的长势呢 就是没有说 bush up 就是很compact 跟这个比起来呢 这个体量呢 就从去年到新年呢 就长了一倍多 然后它的花 menomelan 不错 这个我还没有全部剪光 这个 等它自然的散吧 然后你看它的下花 又开始截包子上来了 下花呢 四十五天 我是看不到了 因为可能 现在是二月 四十五天 是一月 如果我回来的话 还能看到 如果我不回来的话 要一月底就看不到 开完了 然后这边呢 是一斤香 一斤香 不错 九棵都长了 花出来 然后呢 现在要开始休眠了 它在这个位置呢 供水系统在后面一点点 还行 然后这些是以前种的 不错 这些 这些是以前唯一的 不是我种的 这些 还是挺有趣的 就是 Lote Maintenance Garden 就是 这个今年还开花了 第一次 营养充足 水分充足 开花 很好 这个白雪公主 春花 然后这个是 叫Ruby的什么的 要去查一下名字 这个种在这里 其实它地面蛮高的 我昨天给它们才加了一些 Mulch 让它 然后我还要加 加了那个Compass 然后还要加Mulch 然后可以让它 安全的度下 这一棵的 收库 叫什么 Syl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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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嫌它的形状 因为我冬天的时候 没修剪 然后呢 春暖春暖的时候 它新出的叶子 好像有点问题 然后我看了不顺眼 全部剪掉 这个Sylvia Sylvia 还是很 很坚强的 它可能还会 重新长叶子出来吧 不然的话 就像另外的 那个French Lavender的话 就是 真的是挂了 这个 白冰川 白冰川 是不是很美 这么白 它因为是 风花 然后呢 整年都在开花 所以呢 也是神秘 神秘疲劳 其实我的邻居 有送给我什么 别爱花两颗 但是没开花 但是重新 这些牵插的 那个红色的天竹葵 真的长得很旺 所以天竹葵 你经常要把它 它长大了之后 你就要把它弄下来 然后插在地上 它就长 可以长到满燕子 牵插太容易了 你塞进去 它就长了 然后这个蜘蛛菊 前面我全部修剪了 就是开完花之后 我就撕 两颗小猪 然后一年 长成那么大 这颗的 这个Eisenfire春花 全部开完剪光 然后你看 这个就是 这么高的 下花 这么矮的 所以呢 不平 不平 然后我昨天呢 把这里啊 就是挡住这个 百合 Lily的 哦 这个Lily很快要开咯 挡住的 它的那个 Sweet Pea 剪下来擦平 还有呢 就是让我的手很痒 要小心 今年第一次 开花的天堂鸟 这是一堵 这个百合 Lily Mixed Lily 好多好多 这个你总算开花了 哇天哪 这个等了多久啊 不是是要春花开吗 你看 十几株了 春花 现在 现在第一次开花 这些都开 开拜了 很久了 这个 嗯 叫做不知道叫什么 还有另外的那个叫做 嗯 嗯 Bru Bell Bru Bell 都开花很久了 这个 这个本来是春花 就变成夏花了 好奇怪 还是Late Spring 然后这些很软弱的 这个百合 不知道怎么样 嗯 好 这个 这个呢 是夏花 我回 这个我走之前 应该能看到吧 这个最壮的 所以呢 把这个 啊 Sweet Pea呢 把它修剪了 然后它就往那边倒过去 然后这个是啊 飞燕草 飞燕草呢 可能要架子架一架它 不然可能会断掉 你看这些 就像我的龙沙宝石一样 待会给大家看 蛮多掉下来的 然后这个是粉色的冰川 哇 这颗 裙开效果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各种的嚼劲 还在盛开 这颗的 这颗的天竹葵一般般 但是另外的那个 牵插都成活了 然后这个是原装的 还一般般 所以真的很难说 然后昨天呢 终于把这些水仙花 我喜欢的水仙花 就是把它拿走了 你看这个就是随便牵插的 成活的 就是Gerlinium 所以Gerlinium 真的很喜欢牵插 所以呢 经常呢 它长高了 你就要把它翻下来 插到地上 它就长 然后这边的 这个紫色的 Petunia Icanio 还有呢 就是这个 Vincent de Gaulle 玫瑰 其实我都很少拿来插瓶了 现在 因为在花园 大家看 我的邻居看得很爽 然后这个是 有条纹的 有条纹的那个啥 虚拟草 如果它 你换它的时候呢 它比较摇晃的话 就说明它根扎的不好 然后这是另外的一株 苏绳 又开花了 所以我这边是紫色的天地 这些耳切牛啊 还有绞颈啊 都是一年生的 所以不会说每年都在这 就是我喜欢种它才有 不种的话呢 它就不会有了 所以呢 这些是且看且珍惜 还有烟尾也是很成功 但是呢 好像有一种的烟尾 而且烟尾好像没开花 还是对 可能没开花 所以呢 这些都开了 黄色白色都开了 然后新衣草 这个新衣草等一年了 你看这个Masta的新衣草 去年我把它新买回来 切割下来之后呢 它就一直就是没什么动静 就坐在那 坐在那躺平 然后这个是英国薰衣草 我喜欢这些薰衣草 很美 形状很漂亮 很迁徙 然后新买的这些 我喜欢的这个样子的 然后就是蓝莓 这个好像也在跟没在好 这些Cody呢 好像需要很长时间扎根 另外的前面那棵也是 以前很久好像都没什么动静 然后才一下子爆发 然后这个 Straw Flower Straw Flower 本来有两棵 我嫌它洞外吸倒 搬买这 一般搬 然后这个就是 Hydranger 这个 三棵的三茶花 还有我的邻居呢 就是这个房子要出售了 太好了 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 Couple啊 退休Couple 老Couple 可以买了之后 我可以 有好的邻居 不要像那个狗 汪汪汪叫 然后这个铃铛树 三棵 这些是山株的这个树尾草 的位置不是很好 所以呢 可能以后要搬走 因为它东外西岛的话呢 不好看 但是呢 今年新加的这个 Nneva 的这个铁蜆帘 这是叶子好可怜的样子 然后Lacucci开花了 三类 二类的开完花了 要准备开下花 这个是三类田 夏天第一次开花 然后就是 这棵全部剪掉的 这个Andro Face 又重新长 又重新长出来 然后呢 就是给它种的这个 哎呀 我的黑皮了 这个白色Zelinium 太好看了 喜欢它 经常把它搬下来 扦插 然后到处都种 然后这棵的英国薰尼草 还要补种的这个 这个不错 这个样子 虽然有点灯丸西岛 看着 看着办吧 以后看着 哇 这个 法国 艾菲亚卡尔 它现在已经 就是 我浇水什么的 就是 它的圣花梯过了 但是呢 这个一捧 手捧花 手捧花 哎呀 还有就是 最爱的龙沙宝石 你看 开败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然后 对 龙沙宝石 龙沙宝石 这一棵呢 它的杆子很脆 就是断了 所以呢 我呢 就是把它 今天应该把一些龙沙宝石 剪下来 插屏 其实我就是让它 就是显示 在这里 都没有插过屏 今天这个 你看看 有那么多花 一个头 花头上去 一二三四五六 六朵 因为断了之后呢 剩下的这三朵 能不能开的 不知道 龙沙宝石 你看 一捧上去 多少 二一三六八九九九九露 一年开一项花 很值得种 然后这个天竺葵 就是可以到处牵插 这一棵的 这个Bush的 就是灌木的 叶莎白 这个 第二轮花要开了 第一轮花修剪了之后 对 第二轮花要开了 那就是这个 苏微草 真是有点激励 这个东外西达的我不喜欢 还有就是 这个康乃清 还有就是十竹花 是我四重 去年种的 所以复花了 它孕育整一个 春天 然后现在开花 灌木的这个 伊丽莎白呢 它的就是这种 切花玫瑰 虽然呢 是经过改变成藤本 但是呢 它也必须就是 它的杆会长得很长 你看这个第二轮花 下花 杆要长得很长 所以呢 夏天的话 还是有点点 你看这个 第二轮初 下花 好可怜的样子 就是 它要 那个杆要长那么粗 然后呢 我喜欢把它的 全部 都 剪掉 就是 它的第二轮的 下花的杆 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我喜欢把它 从根部 剪掉 让它重新长 因为我觉得呢 它长得那么高 因为它是 切花玫瑰 然后这颗是 粉色 白色 奶油龙沙宝石 开 有繁阻的现象的时候 还是有点粉粉的 但是大部分来说呢 你看这个 粉色龙沙宝石 它是白色 比较 比较白 比较苍白 这个是我的那个花骨 就是挂错牌子 所以呢 让我买错了 这个我的花园 西味 居然给一颗 白色的 龙沙宝石 赞了 我其实是要的是 粉色龙沙宝石 没关系了 将错就错吧 然后这个也是 加上腾性的 这个 红霜洗 就是 红霜洗是 属于枣花 所以呢 它春天一来 它就开 开爆 然后呢 现在就在孕育第二轮的这个夏花 鼠尾草腐花了 这个很多东西 有东西咬它的叶子 我不喜欢 然后下面的这个是 其实这种的 天酒可以挺美的 这个花 然后还有就是 尔切牛 今年的这个 奥斯丁的这个 阿利维亚没有 黑斑病很严重 所以你看 黑斑病很严重 所以叶子 受损很厉害 所以影响到它的开花性 好可怜 没关系吧 去年开得挺好的 然后 十足花 还有脚颈 还有各种 脚颈 这个铁铁链 铁铁链 Josephine 花第二轮要开了 它也是开花找花 找花的 它比不上 这个 Alicefish Alicefish呢 现在你看 第二轮花又开了 就是 是我现成的 我的 当地的网红 就是 大家都来 看过 它 就是 一整面墙 都是指涉 非常吸引人 然后 这个是 黑 黑 就是 Dark Purple的 这个 百合 东外西岛 所以要待会 昨天做花园 就是给玫瑰花的 玫瑰一丝的施肥 看这个 红双洗 然后呢 这个 绑渣还得做 就走之前 还有这个呢 白色的这个 Henry Kermatis 长得很 粗壮 然后呢 我在由于 要不要搭棚纸 结果呢 我觉得还是 就把它修剪 把它 弄小颗了 而不是 让它 不是搭棚 让它长得更多 而是 就是 修剪它的植株 让它 长得少一点 然后 就是 这颗 另外的 这个 叫做 苏尾草 开花了 这两颗苏尾草 剪到底 剪到粗 然后重新长回来 这颗的 今年的 去年的 这个 红双洗 长得不错 然后今年的 红双洗呢 也可以 但是就比不上去年 那么 因为其他的花 没有它厉害 然后这颗 是 亚洲百合 也是西味 不知道为什么 我放在西味的花 有些长得OK 但是 就是 不如人意 有时候 然后今年 新种的 这个 New Dawn 这个玫瑰 好像是 风花的 是一种 老玫瑰吧 这颗呢 可能就是 因为 我到时候 回猫本 没有办法浇水的话 这颗 柠檬树 柠檬草树 可能要把它挖出来 带回猫本去 让它 种在前院 哎呀 花这种东西 越种越多 然后 好喜欢的 这个 这些 一年生的 然后 树维草 多年生的 然后 这个是 这是 Joy 这是Joy 长了一根 新损 如果 零水供不上的话 这些新损 就是不会 茁壮成长 但是呢 供水供不上的话 它就会 开花不断 然后 我去年 发现了 这种新的 这个 白冷 开花性很强 然后 好像也 蛮 蛮 厉害的 所以我这里 很多 让它 这个 地上 铺的 我就不太喜欢 这个 太多的 这个 树维草 然后 就可以 让这个 玫瑰花 突出 你看我的 蓝月亮 蓝月亮 自美 好美 然后 就是 Puppy Puppy 也不错 可以年年 种 然后 这个 刺禽 C-Holly 去年是两根 然后新年 12345 变成五根 从二变五 开多了三 三枢 然后就是配这个 蓝月亮 哇 蓝月亮 开得好灿烂哦 好灿烂 还有这个花也不错 stock stock 开花性蛮强的 开很久 开非常久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对 开完花之后 接纸 会不会到时候 接很多很多的纸 会有很多很多的stock 不知道哦 都是第一年种 然后这个是 Fermango 今年新种的玫瑰 有开了几朵花 然后你看 这个夏季的花 包好多 夏天的花 包很多 它是新出新长的一根新笋 这个新笋出来 希望 如果没有受损的话呢 它就会 非常的 会长得非常的好 如果受损的话呢 那这棵树呢 就一般般了 所以蓝月亮 这里很漂亮 所以呢 就是 我的这个花园 然后邻居回来了 在聊天 好了 今年最后一次 全院记录这个 我的花园 邻居民 觉得 真的很不错 希望我新的邻居 会更好 好 这个样子 我在最美的这个蓝月亮这里 结束 今天这里的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后院再见